銀色修旅車被猛力撞擊 90度甩尾 央起粉塵 瞬間煙霧瀰漫 而追撞他的白色轎車 则從白陵橋一路爆衝 對向交叉口 一輛機車剛停下來 瞪轟燈 竟被白車毫無煞車高速 撞進車底 機車支離破碎 但被他念進車下的無辜歧視 早已失去生命真相 CPR強救送一人送命 現場漫木窗移 零件碎片炸噴 整個路口 撞人的白色轎車 重上人行道 車頭撞得稀巴爛 被撞得休旅車 車尾面目全非 正要去送豬肉的駕駛 也並不樂觀 到院後陷入昏迷 他是被他從後面撞的 對啊 他撞到後面 對啊 所以他是要送去市場的 對啊 沒想到肇事駕駛 竟還拋銷沒完 坐在車內不願配合 警方好不容易才將人 拖出送衣 沒事 你知道了 你坐著 這起恐怖車禍 發生在2號凌晨4點多 北市市凌晨得中正路口 當時休旅車正在百林橋停等紅燈 卻遭後方轎車猛力撞上 休旅車望牽撞擊燈桿後 才停下 但白車卻一路狂衝 將正要去上班的誠信保全 撞進車底搶救不治 涉嫌趙氏的自小客車駕駛 依過失致死案 偵辦 趙氏男過去就有相關酒駕前科 雖然這次沒喝酒 但橫衝直撞 釀成重大事故 撞死的無辜性命 再也晚不回 記者 您是剛 黃天耀 葉偉林 黃玉蘭 台北參謀報道 字幕作為日文 黃金押忍 作詞文,抵抗